看看新闻网 就在网络上人气颇高 如今火爆火爆最火爆的少年男子天团 TFBOYS的一首代表作 竟然也成了北影录音系的一道考题 其实火不火爆不重要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的才是门道 DRT有一个TFBOY的一个歌 身为有处理 然后问你经过了什么处理 而要说北影奇葩考题诞生最多的 还得数剧作戏 看来要当编剧 首先脑洞得够大 今年有什么西红鸡蛋怎么炒的 LV的全称是什么 远福之类的国家 华佗死了之后 然后曹操如果还有病的话 他得找谁来治 出事里边那个支离测验吧 五个不同国籍的人住了 就是住在五栋不同颜色的房子里 喝五种不同的饮料 养五种不同的宠物 然后抽五种不同的烟 让你来推测 就是让你来推测 那个他们就是各自 养什么要宠物这一类的 而另外一边的中央戏剧学院 也同样不甘示弱 尽管演出制作戏重在幕后 但考生们仍需要参加面试 用现场辩论取代 独自埋头苦思 你如果第一次相亲要不要A一致 A说是在珠宝店里边 就是谁偷了啥 然后B就说是那个 是D偷的 然后C就 然后D就说 B跟他有仗 然后C说什么我忘了 说到大家最期待的表演戏 急性表演当然少不了 而这题目听着 也是怪匪夷所思的 你为什么把给我的东西给了他 你们再别说了我不想听了 题目的意思呢 就是给出一句台词 考生们必须在急性表演中说到他 瞧这儿还有刚刚热腾腾 出考场的一对搭档 说着说着干脆演起来了 说一文 不 说中文 哎呀 我没时间了 我得走了 起怕考题一箩筐 有人被吓退 有人则是沉着应对 毕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笑到最后的人 首先必须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 还是啊 初试不就是筛选考试吗 可以选择一些 就是真正的 就是喜欢电影 喜欢艺术的人才能通过的那种 喜乐在线 北京独家采访吧